香港有很多都市傳說 很多都被拍成電影電視劇的情節 但是大部分都是跟其他都市傳說一起被收錄在同一部作品裡面 單獨一個都市傳說紅到被改編成一部電影的好笑 恐怕只有他 大家好,我是鬼異先生 今天鬼異先生為大家講解的都市傳說是大頭怪嬰 話說1999年生成恐怖電台節目《恐怖熱線》有一晚收到聽眾Jeffery的來電分享 他聲稱童年時曾經接觸過一隻大頭怪嬰,從此改變人生 他說 1963年我在香港西區一間南校讀書 有一天我和其他13名同學一起在佐治五世公園和國家公園之間的空地附近踢球 之後球被踢到附近的草叢裡 當我們去撿球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頭像竹羅那麼大的怪嬰 這個怪嬰當時身上沒有任何衣服 皮膚呈銀灰色 下身也看不到任何身直氣菇 我們嚇到立刻散病 但是之後就發生了一些怪事 在見到這隻大頭怪嬰之後 我原本的心臘病突然痊癒 而當時醫生是斷定我過不到十歲的 而且我的記憶力大幅增強 變成過目不忘 當年和我一起見過大頭怪嬰的同學都突然變得比常人更聰明 或多或少獲得異冤常人的能力 Jeffrey當年分享完之後 故事引起極大迴響 很多聽眾都希望他繼續分享 但他就這樣消失了 非常之神秘 當時的節目組怎麼都找不到他 由於當時這個話題很紅 很多網友和聽眾都相繼分享 聲稱自己小時候曾經見過大頭怪嬰 他們為大頭怪嬰增補了很多不同的身世和能力 例如大頭怪嬰是魔鬼 出生之後吃掉他媽媽的內臟 又例如他一出生就懂得說話和站起來 並且可以預言世界未來的事 又曾經跟一個校長或牧師鬥法 以及港英政府或美國或中國政府帶走了他研究等等 去到2001年 按著這些網民和聽眾的分享 大頭怪嬰被拍成電影《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 有吳鎮宇和何超義主義 鄭寶瑞撿到 而電影聲稱是改編至真人真事 電影上映之後更多人聲稱 仔細聽過或見過大頭怪嬰的故事 大頭怪嬰彷彿真的存在感 而去到2015年 當年的節目主持人潘紹聰已經離開了身世 在他的網上電台節目《恐怖在線》上 他聲稱聯絡到當年致電上電台講述大頭怪嬰見聞 又神秘消失的事主Jeffery Jeffery聲稱當年遇到大頭怪嬰之後 其實還發生了不少怪事 例如他說有一天回家 看到大頭怪嬰從電視後爬出來 然後告訴他一些人類歷史之謎 埃及人在造金字塔的時候 是由頂層開始廣下建造的 諸如此類 但由於太過荒謬 加上已經隔了十幾年 大家都相對冷靜了 不少人開始質疑他是不是作故事 那麼大頭怪嬰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 其中一個可能是 大頭怪嬰這個都市傳說 是真的作出來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是找不到相關的報導 香港都市傳說研究者 詩志明、潘啟聰曾經翻查過舊報紙 發現香港並未有大頭怪嬰的相關報導 反而是有澳門有大頭怪嬰的相關報導 但報導裡面的大頭怪嬰 和當年聽眾所描述的大頭怪嬰 是完全不同的 當年報紙報導大頭怪嬰 只是一個相對頭顱較大 和新區一樣大的嬰兒 而香港雖然沒有報導過大頭怪嬰 但也有不少跟怪嬰相關的報導 例如 老頭怪嬰 一個身區兩個腦袋的怪嬰 一個頭兩個身的怪嬰 人手蛇身的怪嬰等等 其中人手蛇身的怪嬰的報導 更加指當年人手蛇身的怪嬰 是被賣到美國做秘密實驗的 但就沒有跟大頭怪嬰相符合的報導 這裡延伸出一個問題 當年有這麼多怪嬰的報導 連人手蛇身的怪嬰被賣到美國的報導 為何唯獨沒有大頭怪嬰相關的報導 當然有人可以說 這是當年政府封鎖消息所指的 但問題若果在於政府封鎖消息 要秘密控制大頭怪嬰的話 又為何會被他出現在 佐治五世公園附近的空地呢 被當年的聽眾Jeffery在童年時候 那麼輕易地遇到 除此之外 另一個原因是 有網民發現 疑似是大頭怪嬰的故事原型 在詩志明和潘啟聰發現 舊報紙沒有大頭怪嬰相關報導之後 有網民就更進一步 他們在想 為何大頭怪嬰會在1999年出現 他們考究後發現 原來1998年 香港玉皇朝出版社 獲得日本恐怖漫畫大師 梅圖一雄的獸權 在1998年出版中文版的 《神之左手》 《惡魔之右手》這本漫畫 而這本漫畫中 其中一個故事 山手剪刀的怪物 大頭怪和外表 形象就異似是大頭怪嬰的原型 除了這本漫畫之外 鬼異先生也有自己小小的見解 鬼異先生記得 1998年 香港也有一套 猛鬼食人胎的電影 當中的鬼嬰 即是他父母 和其他人的人肉內臟情節 又會不會跟其他網民 或者聽眾所分享的 有關大頭怪嬰的生細能力有關呢? 所以大頭怪嬰會不會是當年 聽眾看完相關的漫畫之後 幻想出來的故事呢? 而之後其他人再結合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怪嬰的報道印象 和猛鬼食人胎的情節 集體創作 作出來的故事呢? 例如最早Dravery 由漫畫裡吸收了一個 醜陋外表巨大頭部的嬰兒形象 又在另一個都市傳說 吸收了在佐治五世公園裡 撿骨頭的情節 改成遇到大頭怪嬰 而之後其他聽眾和網民 結合自己的想像 和猛鬼食人胎裡 鬼嬰食人的情節 說大頭怪嬰會吃媽媽的內臟 和參考那些正邪鬥法的情節 和人手蛇身怪嬰 被賣到美國研究等等的各種印象 將所有東西炒一碟 變成大頭怪嬰的都市傳說呢? 當然啦 這只是其中一個可能 都市傳說這家東西 會信的依然會信 他們可能會提出很多假設 去再反駁剛才所提的質疑 所以 大頭怪嬰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 是說不清的 今集到這裡 大家有怎麼看大頭怪嬰這個都市傳說呢?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也都歡迎大家讚好和分享 拜拜 拜拜